如何剪好一款酷感又剪铃的超短发 来50秒教会你 因为模特的头发本身就偏短 所以我们采用二分区分线 前侧点和黄金点以下 全部拉至分线的平行线修剪 在裁剪的过程中 发片每一片都要与分线平行 放长底区的长度 同时保留底座的宽度 为了避免超短发太过成熟 发直线周围一圈的皮肤不能暴露出来 通过高角度提拉 整个转角线以下的头发收紧服贴 横向提拉竖向检查去角 保留底线最长的长度 侧中线以后的动感区 一点放射分线 与地面平行原位提拉 减圆形内部堆积层次 在收窄头骨的同时 增加后头骨的饱满度 刘海的长度定在眉毛以上两公分 以这个长度为导线 与头皮平行提拉 分四至五片减正面方形 向前提拉的正面方形 可以延长刘海两侧的长度 形成圆弧形刘海 通过小锯齿切口 增加短发的酷感 同时在视觉上可以拉长脸型 通过这样的裁剪方式 让整个超短发 形成短而不呆的效果 最后拳头涂抹法拉 让整个发型更具有视觉动感 这种裁剪方式 更适合发量偏多 头骨偏大的顾客 关注我每天持续为大家分享短发裁剪技巧 感谢观看